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 今天在秦皇岛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在下午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 北京汽车男排是以3比0 击败了天津男排 晋级四强 本赛季的男排联赛赛程压缩 四分之一决赛采用一场定胜负 身穿黑色球衣的北京队是A组第一 小组赛取得六连胜 此一对阵B组第四名天津队 北京队几位王牌攻守江川 刘立斌 以及外援科瓦切维奇早早进入状态 三点强攻频频得分 天津队则更多依靠两位复攻 5号催消的篮网 14号张新宇的快球进行反击 天津队16号新星翟浩南表现出色 但是北京队迅速对他加以抑制 整场比赛在篮网环节 北京队以14比5的绝对优势完胜对手 再加上天津队主攻袁党一在比赛中受伤 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放大 北京队江川 刘立斌 科瓦切维奇 分别贡献17分 12分和15分 天津队方面 19岁的小将翟浩南获得了11分 可惜队友的支援比较有限 最终北京队一股作气 以25比18 25比22和25比16直落三局获胜 成为第一支晋级联赛四强的球队 打篮球的快乐吧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场运动吧 我觉得在场上能享受比赛 是自我最大的快乐 未来的目标的话 我希望能成为江川一样的人 就是我能进入国外队成为国外队的主力 就是我原来的目标 首先我们还是做好自己吧 因为这个无论是对手是谁 总要一步一步打 而且我们自己也是通过 一场一场比赛去磨合 我觉得相比之前可能是稍微流畅了一些 但是还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包括之后还会有更强的对手 所以说还是得需要更好